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9月19号 英国政府发表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仪式进行提问 就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英方所谓报告歪曲事实 中方依法治港举措不容置会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英方所谓报告老调重谈 歪曲事实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毛宁指出香港发展成就不容置疑 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在港实践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继续发挥中国内地 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 经济蓬勃发展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地位稳固 限制秩序稳健运行 国家安全得到维护 爱国者治港得到落实 民主发展前景光明 中英联合声明不容滥用 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 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事主权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依法治港举措 不容置会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毛宁还表示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特区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 有力推动香港实现游乱倒置 并进入游质极星新阶段 香港特区依法处置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员 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正义之举 也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必要之举 核限 核法 无可指摘 此外 发言人还强调 中方正高英方 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中国政府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 任何企图霍乱香港的伎俩都绝不会得逞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